欢迎收看《健康新知》 你给我30分钟 我给您健康医生 说到打针 我相信没有人喜欢 有的人甚至有阴影产生 很多人都有生病去医院打针的经验 其实最怕就是遇到伸手 多挨了好几针 如果遇到打血管针 找不到血管扎了很多次 或是瘀青漏针 总起来疼痛 其实我们回去都会很不舒服 到底该怎么样来解决呢 有没有方式可以减轻这些疼痛或不适感 今天专家来告诉你 很高兴因为你邀请到的专家是金融肠根医院 麻醉护理师姚佩宇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佩宇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开刀房小护士 我们的陈丽华 丽华你好 大家好 小护士又来了 是很高兴欢迎两位 都是在开刀房里面 对我们都在开刀房 是所以我知道麻醉护理师或是技术员 你们的专业就是一定要打针吗 全身麻醉 全身麻醉就要他们 对 如果是局部麻醉才是我 他们比较伟大咯 所以局部是你开刀房护士来负责 然后全身麻醉是麻醉科护士来负责的 对 可是一般要上去开刀之前 其实病人在病房就已经把静脉针点滴都先打上去了 对没错 所以你们还是有打针经验吗 有 我们打针经验非常丰富 因为有的时候手术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紧急的情况 或者是大出血 所以我们打的针通常会比较大支 原来 所以更大支就对 应该是这么区分 就是说如果你到住院了以后 你不能吃东西 对 不能吃东西那就靠点滴 所以常常有些家属一来就问我说 都没吃呢 有点滴啦 不要怕啦 饿不到 对 但是那个叫做保持点滴 通常给予基本的一个输液 但是到了麻醉科就不是咯 它是给药 还有一支 如果你的手术比较大 可能两个小时比较大 它就会说 我要打一支比较大的 因为那个是要输血 然后要大量冠疫用的 所以还会再有一个静脉的针 头放在上面 手术的重度以上 都一定会两针 是 但是还有一些人就是门诊的刀 对 就不用住院嘛 对 当天来看 医生就帮你要进去开刀房 做一些小手术的时候 这时候也需要你们帮他上一些针剂吗 需要 这个时候通常 这个时候通常 如果他有要做全身麻醉 或半身麻醉的话 基本上手上就会打一支点滴 是 所以说到这个打针经验 我个人本身是真的很害怕打针 我也是啊 不晓得是小时候真的是被针下过很多次 还是怎么样 其实没有人喜欢打针 但是因为生病没有办法 一定要 可是到大了以后 会用意志力 对 会用那个内力 压力的情绪 去撑住 对不对 可是我相信你们看过形形色色 真的撑不住的人 对不对 打针的经验 你自己啊 你也很怕啊 手机一擦我就哭了 那你怎么下针去打别人啊 我就是会有秘方咯 待会再来透露 其实故意讲 待会根本不想讲 因为别人会笑 因为你自己 护士自己本身也要克服这个针的恐惧 对不对 对 还好啦 所以你打别人都很痛 这别人痛不是我痛啊 哎呦 夭壮喔 真的是 好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 其实打针 大家都有打过 有肌肉的 有血管的 对 但是打针会产生很多的后遗症 不晓得观众朋友 有没有遇过 我是因为我自己的婆婆 这一次我们才会衍生出 这样的一个意义 对对对 没错 婆婆来打鼓松的针 鼓松的针就要打静脉 要打血管 结果呢 她已经打了好几次 每一次都是不同的护理师在打 结果就有一次真的就是 不晓得是菜娘呢 还是真的很少在打静脉针 就露针了 就肿起来 结果老人家呢 也没有概念 也没有这些医疗尝试 她就用沙隆巴士 贴布 贴上去 因为它肿起来了 就贴上去 所以真的救救大家 万一真的我们打针发生了一些 比如说瘀青啊 或是一些肿起来露针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做 露针基本上 最一开始我们要先冰敷 因为我们要先救急 冰敷最主要 方向对不对 冰敷最主要是 它可以止痛 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它可以消肿 OK 而且冰敷它会增加血管收缩 所以会导致你比较不容易瘀情 了解了 24小时内冰敷 对 24小时内冰敷 OK 那24小时之后呢 通常24小时内冰敷 我们可以休息一段时间 然后等到48小时 它开始瘀青的症状出现了 对 我们就开始做乐服的动作 所以瘀青不会是第一天 对不对 好像都是事后发生 之后两三天 就会慢慢出现 应该看它什么颜色 瘀青的颜色是慢慢慢慢 从稍微一点点的红 变紫 紫再变成蛋 蛋丸变成黄 所以我们通常看它瘀青的严重度 就可以知道它大概第几天 好 那万一真的当下它24小时没有发现 嗯 等到隔天已经超过24小时 这时候不适合再冰敷了 对不对 就不适合冰敷 好那应该要改什么 要热敷吗 如果它一瘀青的症状 已经出现了就可以热敷 好那如果没有瘀青 什么 就不要管它对不对 对 血管针可不可以揉 血管针不可以揉 千万不可以揉 不能揉 一揉就瘀青更严重 对不对 血管就一直被你这样戳戳戳 就越破了 就出血 继续出血 好所以我们来看看 其实你们在打针也有一些步骤 而且你们 其实病人挑护理师 护理师也挑病人吧 是的 要挑的 我们来看 杯杯都是手掌 可是血管每个人都长得不一样 对不对 没错 像我们这个 给大家发现一下 这手怎么大家 手掌都不一样 可是为什么血管都不一样 包括你的工作 还有你的年龄 还有你的保养 还有你的三高 抽烟 以及你的小朋友 大朋友 当然像我们两个也不一样 因为它比较瘦 可能血管就比较明显 那我们呢 略重一点点 就是我们的 吃得好一点 你的血管就会不明显 是 还有天气冷 也会影响 那血管跟遗传有关系吗 不会 每一个人都长得 你跟父母亲会长得不一样 长得不一样 有人会说 可能跟遗传没关 但是我们会说 那个材质会有点 应该也跟遗传有关 了解 好 那其实打针 尤其是血管针 都有步骤 为什么我查疑或 为什么要绑一个橡皮筋 在上面 绑橡皮筋的目的 最主要是要阻止你的静脉回流 它才有办法让血管碰出 了解了 所以你一绑 真的耶 血管就膨起来 所谓的静脉是往心脏的地方流 所以你阻止了它 它就只有这一段 是不是这样子 它就会整个 握拳一样的道理 握拳也是一样 所以一定要绑血管 绑橡皮筋加握拳 对 那护士才好找到那个血管 对 如果有些血管本身就很明显清楚的人 他其实是不需要握拳的 甚至连绑都不用绑吗 要绑啦 一定是绑啦 不然它会回流 对 它会回流 而且它血管会比较沉 OK 是 所以你们这样子一个打针 针一进去找到位置 OK了之后 要继续怎么做 直接抽了吗 还是直接打针了 就消毒完之后就可以直接打 如果你已经找到你想要的血管 是 对 那你有什么经验 没有成功的 然后被白脸色或是 我相信这个应该有吧 我比较少被白脸色 它技术是很棒的 今天带来是技术好的 外貌还是有关系的 病人一看到你 病人都说 尤其是男生 本来就是更怕打针了 病人都说打针比较不痛 对 如果有下次跟他们 没有去他们医院 有开刀的话 就指定要找这个 也可以指命外送 没有 其实我要分享给各位了解一件事 就是说 在我们人体的血管 每个人都不会一样 那我刚刚讲过 有年龄层你的生病 你的水 甚至遗传等等 都会影响到你的血管 那当然技术也是很重要 那我们其实在学前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有教 那现在的教育里面 它有一些模拟机器 也会让我们来练习 那其实我要带到 就是说 还有一些更新的花招 就是有一些机器的补助 然后当然啦 我们的临床上 像我们都 大家都知道 技术很老道 像我呢 如果一看 这不好打我马上就说 来佩玉来 其实我觉得 其实你不要怕我们 其实我们也很怕你 真的 而且观众朋友 如果他们 像有一些 我们说新手的 护理师 他们刚毕业 他如果没有经过这样 怎么可以像 两位前辈 这么的 历练 道行这么好 其实一看大家都知道 要血管好不好 是 但是现在我们要 给观众一些新的概念 其实有很多东西 除了经验是很重要之外 有一些辅助的仪器 当然 也可以来帮忙 对 对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影片 你看这个部分 还有我们现场 我们的道具 我们把它先亮相一下 对 这个仪器 带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仪器 那它可以直接 就可以告诉你 这个血管 怎么找 是 所以我们来看看 到底血管 怎么样让它现行 让护士 病人都可以知道说 自己血管的脉络 是怎么走向的 大家刚刚都知道 我有小秘密 要送给大家 既然是健康新知 就要告诉大家 新的东西 那这个就是我最爱了 因为每次我们要打针 如果我们的佩鱼 没有来上班 我就很紧张了 那我就会说 来 亲爱的 来把手放下来 看到没 这马上就可以看到 你的静脉的血管 你的浅层性板 甚至于这一台的好处 还可以看到你的血流 那为什么要看到你的血流 就是我刚刚有讲过 我们的人体里面 本身就有一个瓣膜 它才能够阻止血 怎么会 往下来 为什么它不往上冲 因为它有一个像闸门一样 关起来 那我最怕 其实我最怕就是打针 打到这里的时候 打到那个的时候 我就会遇到阻碍 那我在回收 在戳的时候 啪 破了 这就是漏针 所以要打在血管 不要去打瓣膜 对 所以这么好的一个小 而且很轻巧 很轻巧 所以有时候我们这样一对 就知道血管在哪里 那我们刚刚讲过 我再来讲一次 这个把我们的 我们先看到血管 然后你看 所以荧光 这个绿色就是血管 对 就是血管的走向 然后我们会绑上 我们会绑上我们的取血袋 然后消毒完我就直接擦 那各位会看说 那你怎么去挑 我就不挑这个交叉线 就那个Y字型的交叉线 交叉线是会怎样 就是会打到那个瓣膜 所以有交叉线的都是有半瓣膜 对 那基本上像我在抽血的时候 我也尽量不要 我就会走这条 比较漂亮的高速公路 就不要走这个乡间小路 原来护理人员 他们有这样一个好的武器 真的 就有点像医生的超音波一样 对 爆米一照 那个血管就现行了 对 那我们这边也有带来一段影片 我们来请佩宇 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影片 刚刚是怎么样来说的 或是小护士帮我们看一下 这个影片怎么样 好啊 看到没有 就是我们先 看到这个血管 在这边 那通常每个人 你看这个是藏在肌肉汁 这样子皮 皮下我们怎么会看得到 那你看像这些 这是老人的 你知道其实我最怕是老人 对 你知道光那个皮啊 就没有弹性 你看嘛我们这样推 就知道它的血管的血流状况 尤其是抽血 各位有没有经验啊 我们抽完血的时候 真一进去 它不回流了 然后就卡住了 对 然后通常必然说 晚上有 晚上有 就没火 然后你就会发现 我们在那边一直捏 一直捏 然后就很尴尬的表情 不好意思 火不夠 要再抽不抽 所以其实有了这一台 我们说它是打针的 打血管的 最佳排檔 真的 如果医院有了这样的话 老人小孩 再难抽的血管 其实那个灯一照 它就现行了 而且你还可以看到 它的血流的走向 好真的是太棒的一台 这样也造福所有的 真的血管不好打的 不好抽的人 真的是一个福音 佩宇 那打针瘀青 再给观众一些 小的在家护理的 一些尝试好不好 好啊 像基本上 我们最主要 我们要先知道 打针瘀青的原因 瘀青的原因 通常都是因为 我们止血不完全 所以一般 充血也好 打静脉针也好 要止血多少 都给我们棉球 然后膠带 贴起来 对 那观众常常以为 有胶带就OK了 不要压 还是要压 还是要压 那样子的压力是不够的 大概加压多久 基本上一般正常人 都大概加压五分钟 用力加五分钟 就好了 可是有一些 譬如说他吃一些 抗拧血剂 或他本身拧血功能 比较不好的病人 他可能就要十分钟 好 所以观众朋友 还是要压一下 是的 然后顺便把它看起来 能真的等30秒 没有再冒心的血 应该就OK了 对 如果有至少 一两个小时也没关系 放着也没妨碍我们 对 那还有没有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 比如说 我知道 打血管针 加压的地方 不能揉他 对 千万不能揉 所以就是轻轻的按着就好了 对 就是轻轻按着 然后让他直血 是 因为如果你揉的话 它有可能整个周围 血小板 它已经聚集在宁集了 但你一揉 它整个散开 它反而会遇清 是 那还有没有要提醒的 哦 比较特别的一点是 像抽血我们就是 譬如说 针对针孔的部分 去做加压 那打血管针 点滴的部分 对 因为它其实针很长 而且比较粗一点 比较粗 对 所以其实它如果你拔针的时候 你看到针孔 你只加压针孔 其实它前面梗长的地方 都还在出血啊 对 都还在出血 对耶 所以基本上如果打血管针 或点滴拔掉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是从 打针针孔的部分 开始往上 一直加压 对 慢慢小按摩方式的加压 它会整个比较粘血 才不会有些人说 我针孔没有淤血 但是我上面淤血了 哦 了解了 所以这就是 当你住院 有打静脉针 点滴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对不对 还有 为什么不能体重呢 因为我们 我们整个血管都 可能刚刚凝结好 对 但如果你突然间 很脆弱 对 还非常脆弱 如果你突然间 打完针之后 要半个小时 我去比碗粒 或者是我去买菜 整个血管又会爆开 然后勾着 我们都不习惯 挂重东西 对不对 但挂勾 它就会瘀青 会瘀青 整个血管会爆开 就有点类似 我们打针孔 我们把直血带加压 对 原理一样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揉跟不揉 傻傻分不清楚 要怎么去分别 这边 像基本上我们打点滴抽血 这刚刚有提到 我们千万不能揉 是 那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有些肌肉注射的药物 通常都会说需要 揉啊 需要揉 对 那有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分辨的方法 好 如果今天我是预防 预防针 打这个针 我就不需要揉 好 流感针 流感不要揉 因为我还没得 对 我只是预防得流感 所以针打进去肌肉以后 就这样就好了 就这样就好 千万不要揉 因为它要慢慢让你的疫苗 让你的药物慢慢扩散到身体 了解啦 好 那疫苗也不用打 你不要揉 对 疫苗也不用揉 因为它都是预防的 那我们譬如说危急 我们必须现在处理疾病的 肌肉注射的针 它就需要揉 了解 譬如说我们现在发高烧 我们打了退烧药 或者是我现在可能筋痛 我去打了止痛针 对 这个我们要赶快让它作用的 我们就需要揉 懂了 好 观众朋友以后不要再傻傻分不清楚了 我们的护理师也教我们正确了 什么该揉 什么不该揉 一定要分得很清楚 免得不该揉的揉了 对 然后补充一下 还有一种是油脂 油脂的 油脂的 油脂的也是通常 都不揉 不是 就是说有些油脂的东西 它会告诉你揉跟不揉 那其实你应该是要问清楚 你的医生 对 或者是你自己有个概念 我要不要让它快速吸收 快速吸收那就是要揉 可是有些静脉注射 它打点叠都会 它会再加药 为什么有的药推起来 会痛 那是药本身的问题 所以是药的成分 对 药的成分 就像我们有些麻醉药 打了进去它非常痛 但是醒过来 病人是最舒服的 舒服的 对 所以痛前面 可是当你们在打的时候 病人还是清醒的吗 清醒 又给药的时候会跟他讲 可是起来的副作用很少就对 对 是舒服的 对 那是高档的药 但是有些病人会说好痛好痛 可是我们都会先跟病人讲 这个药虽然是有点痛 但是醒来 是舒服的 而且我知道有一些药是要慢慢推 对 对 不能急的 被有心脏或一些附和不了 所以其实我们的专业人员 他们都会有按照指示去做这些 那民众就是乖乖配合 是 真的有那么不舒服 但是就是忍一下就好了 我想在这边针对这个节目这个主题 要跟大家提醒一个注意的观念 是 就是说我们来打针 我们有分很多种 那不是说你看到它针插进去 就这个动作 记住我们的打针 我们有做一个叫做 一个测试用的 它的针的方向是不一样 那就是要看你是不是对某一种药物 像Penicillin过敏 对 它打完之后就是要故意让它浮起来 画圈圈的 所以要会长个包 对 那像我们如果是糖尿病的病人注射 对 它注射的话它必须 今天打完这边要换区域 对对对 那那个动作我们原则上也是鼓励 尽量就不要揉太多 不要揉 因为有时候一揉它那个针继袍会痛 所以 胰岛素的注射 也是不要揉 尽量是不揉 但是它是隔天之后 给予热肤 因为让它 因为它会天天要打 它会痛 所以它会痛 所以是隔天之后 我们就是背影 所以热肤是可以缓解疼痛 缓解疼痛 但是它会有促进你炎症发炎 所以如果你是漏症的 刚刚有一次讲到 你是漏症的 或者是你是不需要促进吸收的 那我们就在不柔的情况下 是用病敷 那我们刚刚也讲到这个血管的部分 一样 你打血管的话 你压 如果像刚刚讲 你说一支一支 你为什么不太会 这到底要按哪一支 那我的习惯 我都会跟病人说 直接就四指一按 用四指一按 那这个的话 如果是抽的血是在这边 我们就直接这样 这样就直接加压 对 所以你会发现抽完血 他们都会说 手指来压着这样一按 那就是把刚刚佩玉讲的 剩余的那些血 然后把它加压 不让它聚集在 有可能在半磨的地方 那造成肿胀 那肿胀 那肿胀第一个就是外露外肾 那接下来就是各位看到的 悲剧产生 产生啊 是 所以晕清暴还小事 对不对 是的 因为只要一个礼拜 或许它就会慢慢淡化 我们曾经看过最严重的病人是溃烂 溃烂 对 那是因为药物胜漏的时候 那可能在它不清楚 那你会发现我们点滴有时候 我们的学弟妹们贴得太紧了 所以都肿起来了 对 那各位可以记住 如果你的是抽血 当然是不能动 如果你的是软针 那你稍微动一下 把静脉点滴的是软针 否则你会都保持不动的话 那反而就 对 就会变成叫做静脉炎 好那我们来给观众看几张 老侠漏针之后的 哦 那个残不忍住 现在手掌就肿得跟米菇一样了吧 对 真的是很可怕 所以我们看这张照片 有的 那个长水泡 那个是药物的关系 对不对 好所以 其实漏针其实在医院也常会遇到 是的 那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赶快点滴停掉 对 你们有那个开关法是可以停掉的 那通常漏针的原因 有哪几样 像譬如说病人本身血管太细 它也很容易漏针 因为我们每一个 譬如说我们要做手术 或是我们要做检查 我们要打的针不一样 对 那如果你血管很细 有可能我们的针都被你的血管还粗 很粗 对 它就很有可能会 在我们挑选血管的时候 我们打进去之后 血管破了 那没有发现 我们就继续给输液或继续给药 就会很有可能导致漏针 对 然后再来就是点滴的速度过快 有些药物或者是一些什么离子之类的东西 对 电解质之类的东西 它们浓度比较高 了解 如果我们在点滴低速滴得太快的时候 它有可能会冲破血管 是 所以其实常常看到医护人员在调不同的那个 点滴速 很多病人都会自己调 真是的 他想赶快回家是不是 对 转快一点 其实真的不要 这种专业的东西 要请护理人员来 是的 或是有些根本就不动的 他病人反正闲闲没事嘛 就躺在那边盯着那个低速是几秒下来 有的是真的很久的 也可能堵住了 对 应该是这么说 我们给予的点滴有分类 第一个我们只是保持通畅 我们会听到医生就说 就只是保持他通畅 我们只是为了必要时 再给药或是急救 或者是给针等等用的 他并不是要给你补充的 了解 那另外一种会有速度的是 因为依照你现在需要的电解值 跟你的营养素 都有算出来 对 然后再来你这个蒸剂是 比如说四小时打一次 我必须让你一小时 他的一滴我们有显微滴跟正常滴 我们的一滴里面大概有15的剂量 那我们的一滴里面有患散成 比如说60或多少 然后再除以你今天的时间 那我们都调好 可是通常 加速都这样 自己调 怎么这么慢 怎么这么快 然后看到那个血流回来 血都流出来了 赶快冲 这样子 真的 其实它就会影响 最常遇到病人住院 血会倒回来 那是正常啊 那表示你的身体好啊 你的静脉本来就有压力啊 静脉压推上去 可是我们常常说要去厕所 是不是要掉点滴架 要把那个点滴的低音 其实手放低就好了 所以手一定要低于你的低音 这个可能就回到小学念的嘛 这叫重心 心理力它就下去了嘛 好 那每个都说 这样 可是如果有时候病人不当 你刚刚说软针在里面 还是要动一下 对 可是有时候不当的移动 或是动得太大 会不会老瞎 动得太大或拉扯到 它针还是很有可能会跑掉 小动可以啦 你还是会造成肉针 所以当它肉针的时候 病人一定知道啊 因为它有症状嘛 对 是有哪些症状 天啊 那基本上 因为医护人员没有办法随时 24小时都在你旁边 所以基本上都希望病人本身或家属 可以一起帮忙注意一下点滴的部分 那最主要就是 如果你觉得打针的部位 有疼痛或者是红肿的不适感 你就要马上先通知医护人员 然后我们会来帮忙检查 然后做一些处理 所以红肿热痛这些都会可能产生 对不对 应该一开始就是肿 因为水嘛 跑不出去了 对 就集中 这时候就要按鈴了啊 对不对 那有些病人可能是睡死 昏睡状态 可能马药才刚醒啊 或者是可能一些糖尿病的病人啊 他末梢肢体比较没有那么明显清楚的 他可能会比较慢发现 所以你说看过更严重的是组织坏事 对 他那个就是第一个就是他阿公 我们那个年龄是一个阿公 他又一家本身有糖尿病 他在注射那个药物完之后有点漏症 没有去注意到 那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呢 他就还是继续这样绑着 对 结果后来造成坏死的时候呢 剩漏之后 我们发现的时候拿起来 那叫他照顾的时候 因为阿公又没有去很特别的去 很特殊的 而且又很认真 对 也没有很认真 然后呢又一直给他包在 因为阿公怕冷 就躲在棉被悶 潮湿 就等我们打开的时候 整个其实手指已经黑了 没有它是先黑掉 黑了啊 对 天啊 所以真的耶 肉针其实小 可以小的也可以到大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严重 所以这跟它里面的针藥有关系 对不对 对 所以常见会药物性的 会打进去会常会肉针 会比较有危险性的是什么 像比如说一些化疗药物 或比较刺激的抗生素 对 或是高浓度的电解质药物 比如说一些加粒子 碳酸氢钠之类的啊 钙粒子那些 是 比较有可能像刚刚丽华说的 对 会有一些水泡产生 或是灼烧 对 或是有溃烂 对不对 那真的遇到这些的话 民众不会自己处理吧 应该要回来医院了吧 要 基本上应该都是在医院才会 基本上要到医院 有啊 我们现在居家也会啦 有些是在家 有的居家 像他是卧床在家里的看护 基本上我常说一件事 就是说你不要自己做医生啦 不要说我久病成量 这个我看过 其实让我们都建议先回医院 让医生来评估 对 那你的伤口状况 这个只要冰敷热敷 那这个要开析 我也会 不见得每一次的状况都一样 所以最后肉针的处理 给我们一些小配方 肉针一样就是不能错柔伤口 不管是打针瘀青肉针 都千万不行 然后因为一开始发生的时候 我们会疼痛 所以我们一定也是先冰敷 对 减轻他的疼痛跟肿胀 然后之后已经开始发生淤邪的情形 我们就是热敷 了解了 所以先冰敷24小时之内 之后再热敷 对 那这个他的肿胀 其实一个礼拜以内 那个药会慢慢吸收 慢慢吸收嘛 他就会好了 今天真的很谢谢两位 我想打针真的没有人喜欢 但是因为生病了 我们如果到医院 请专业的医护人员 帮我们做打针的时候 真的我们要注意 该压的就要压 不该揉的就不要去揉 真的遇到了瘀青或是肉针的时候 冰敷 24小时之内先冰敷 之后如果48小时 有瘀青现象出来的时候再热敷 做好这些的话 其实健康的身体是最重要的 如果每天有良好的规律的生活习惯 有运动的习惯 其实就可以保健我们身体健康 谢谢你的收看 健康新知 祝您健康平安 我们下次再会